我希望ChairGPT可以帮我撰写一个爆赚的交易策略 请帮我设计一个交易策略 可以帮我快速的将30万变成300万 我发现ChairGPT回答的很关腔 选择高成长潜意的股票 使用高杠杆 短信交易 这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再换一个写法 创建一个最好的交易策略指令 让我快速的将30万赚到300万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给我们的答案 单纯就是给我们交易策略指令的一些制定的方法 还有你怎么样去学习 实际上没办法帮助我们直接写这个交易指令 然后在我看过了非常多的书籍 及YouTube影片资料收集之后 我发现大家都告诉我说 要从历史的资料来去找答案 那我们要怎么从历史的资料来找答案 当然是要从XQ里面 先把过去涨最多的股票挑出来 然后我把最近一年的股票筛选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5314的试剂 它是过去一年涨最多的股票 涨了786% 整整涨了7倍多 接着我们把5314试剂的股票的技术面给打开来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希望把30万变成300万 那其实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档公司的股票 从它开始上涨的时候 其实只有230块 然后它最高最高 有涨到436 那我们不要讲说卖在最高点 我只要卖在相对300元以上 也就是这一边这个点位之上 基本上我都是有机会赚到10倍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快速的把30万赚到300万 那现在呢我就是必须要写 如果我买进这档股票 而且可以报到最后面 我该怎么样写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观察 那我们先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然后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我们希望能够买在起掌点 然后如果你有看过李佛摩的书 他都教我们一招就是 你要在突破平台高点的时候 进行买进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要在30元左右 突破高点买进的话 大概的位置会落在这个位置 好大概落在这个位置 2023年大概4月7号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买进 而且它是突破近半年的高点 这个时候买进 那后面就很有机会 报到完美的一个涨幅 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逻辑 来去思考 怎么样可以买在这个点位 那我把这个线图稍微拉大一点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买在这个点位的话 那我们先要观察 它的图形大概长得什么样子 因为后面如果是跳空涨停 就基本上就买不到了 所以最能够有机会买的点位 就是在它突破 这一个新高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要先写一下程式码 那我们可以结合AI 来去帮我们想一下 要怎么样来写这个程式码 好那我先观察这个线形 但这个线形 它是站在长均线之上 我可以设定 它是站在200日均线之上 然后它目前的管理率 还没有到很高 也就是说它目前是盘整区间 然后向上突破 突破了这个高点 就是近半年的高点 然后我们进行买进的动作 好那我们就请AI 来帮我们写一下程式 好一样那我请CHPG 帮我写一个程式码 请帮我写一个XQ程式码 在股票站在200均线之上 且突破120天高点的时候买进 接着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式码 复制起来 然后到XQ的XSplit 新增一个交易指标 我们把它定义名称是买进10倍股的交易策略 好接着按确定 然后接着我们把刚刚的程式码直接贴上 那接下来要按编译 结果他发现说编译有很多的问题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CHPG 写的这个单程式码 并不能符合 XQXSplit的程式码 来做使用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这不是XQ的程式码 好接着呢 我们再复制这段程式码 重新把它贴上去 所以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 那所以无论我怎么改怎么试 他都没办法写出XQ程式码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本身CHPG并没有足够的XQ的范例程式码 所以他没办法产出我们所要的程式码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你必须要建构一个AI的环境 是让这个AI可以了解XQ的程式码 然后并且写出正确的答案 那团长已经有开发一个指定 那这个指定我把它建构在Max AI里面 那Max AI它是可以建构你自己的制定指定 所以呢我一样是使用确GPT 过后最新的确GPT的软体 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建构 XQ程友人家的程式码展生器 然后我可以点击它 然后同样的方法 我把刚刚的问题 我直接把刚刚同样的问题 贴到这边这个栏位里面 然后直接再发送AI 请AI来回答 然后我直接复制起来 然后到这个编辑器里面 贴上程式码 只有按编译 那你看按编译之后就可以成功了 这边有写编译成功 就代表这个策略是OK的 但实际上我的出场策略还没有定义 所以我必须再观察一下 什么时候要出场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必须观察 好我们把观察 观察到拉开来这个技术线图 我想要在300以上把它卖出 那300以上卖出 我们要怎样才能卖在相对高点 那原则上很简单一个做法 就是乖敌率特别高的时候 那乖敌率有很多的做法 那团长认为乖敌率一个简单的做法 就比如说 我可以拿这边时日均线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跟我们200日均线的这个值 来去相处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这边相差的倍数 相差倍数越大就代表乖利率越高 乖利率越高的时候进行迈出动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乖利率没有那么高 我们这边的乖利率只有这样 那等到他乖利率越来越高 是不是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卖在相对的高点 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展现这个乖利率 那所以我们先观察一下 他乖利率来到多少 假设我希望卖在高点 那我就是看这边的乖利率 那时日均线的位置在325 200日均线的乖利率 那200日均线是在79 那也就是大概4倍的时候 会有相对的高点 也就是10日均线去除以200均线 会是相对的高点 接下来我们把这样的条件 写进我们自行开发的 XQ程式码产出器里面 加入一个卖出条件 这个卖出条件是用乖利率去计算 将10日均线去除以200日均线 如果相差倍数达到一个input的值 预设是4 代表乖利率过高 卖出持股 接着让AI再帮我们重新撰写程式码 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程式码复制起来 一样回到XQ的编辑器 把刚刚的程式码全部覆盖 然后按编译 好 这样就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验证这个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按回测 买进10倍股的交易策略 然后我们回测从2023到2024年 然后回测长均线的是200 中心高周期是120 卖率倍数4 好 我们开始回测 我们看交易分析 好 我们可以看到交易分析出来的第一笔资料 哇 那我们看到它出现了两笔资料 那会有一个第一笔资料跟第二笔资料 那为什么会出现第二笔资料呢 就是第二笔资料它一样是创新高 突破新高买进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会希望过滤掉 但是第一笔资料确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买进的点位 跟卖出点位赚了超过1270%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顾虑条件呢 就是我们会希望它是在盘整区间的时候买进 而不是直接创新高的时候就买进 所以我们这边还必须加一个滤网 这个滤网就是它必须是在盘整区间的时候买进 那这边其实是有突破新高 它有突破新高就已经有买 所以原则上我们就是要再改一下我们的程式码 把它变成是盘整区间创新高的时候才买进 而不是在高点 管理率很高的时候买进 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滤网 我们从这个技术面可以看到 前面的管理率没有很高的时候 其实它是在盘整区间 所以我要设计一个盘整区间的程式码 那我再回到我们的开发程式环境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再改一下 你帮我在买进时加入一个滤网 在均线纠结时才买进 也就是长短均线 管理率不应过高时才买 接下来这个程式码 就帮我们加了一个均线纠结率的计算 在多方进场条件的时候加 那我们就直接copy这个程式码 然后再回到XQ 那接着我们把它贴上 然后并移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去跑回测看看 程式码有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看一下回测 交易没有任何资料 可是说并没有成功交易 就是管理率限制太多了 那我必须要重新回测 我可以把这个纠结管理率限制 把它调大一点 比如说我设定是2 好 我们再回测看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哇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他果然他买进的时候是在28.9 就是在管理率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就买进 然后到后面 涨幅就来到了1275.93% 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一个买进10倍股的一个策略 而以上就是团长如何结合AI的交易工具 快速的撰写买进10倍股的交易策略 如果你也想要透过AI的工具 花最短的时间 写出超强报酬的交易策略 请记得一定要在这个影片按赞 并留言许愿 并记得在影片的下方找到我们的表单 来填写报名的资讯 只要按赞及留言的人数够多 团长就会积极的来筹划 AI结合XQ的线上课程 并把相关的报名资讯 直接寄送给有填表单的投资配偶们 你还在等什么呢 还不赶快按赞留言 并记得一定要填写我们资讯栏里面的报名表单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学习或建议的地方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让团长知道团长都会一一的看过并回复你 我是巨库团长 教你用AI投资转大钱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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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